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对 这就是你自己的这个相册房 然后坐在办公间 这种招架比平时的房间高还是低 低的 但我们去看一下 折铁式的这种箱房 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样叫折铁 它1分09秒 所以说来然后 直接它按照主拍照 一个房子1分多钟 那我来试一下好不好 我们两个看用多长时间 咱们把它拆一下 然后把它装起来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世界上安装最快的房子 然后咱把这螺丝的 然后就拆了 这块 哎 这块 我帮你一下 这一个人是不是太沉的一样还行 还行 这一个人可能有点 够天 哎 哎 还是挺重的啊 是很快啊 你干这个采钢干什么你啊 这七年了 干了中间 啊 有 来 啊 这一头一百多间 它用料还是很大的 哇 牛啊 哦上面还可以放点啊 这个产品的质量可以啊 再跳一跳 再跳一跳看看 再跳一跳 这没有问题的 哦 哦 哦 就这一块 哦 哦 哦 我有差不多两百斤的 这下你拆下来 哎 一分四十秒啊 零六年 我一个旧在银川 然后开采钢厂 我都偷奔他去了 从那以后就接触采钢 等于我们现在的十几年 一直在采钢这条箱 嗯 哎 这个这个 别人做的一个小房 在经过了解之后 背后还有一套非常 这个好的商业模式 他发明了这 这一款这个折叠箱 经过多次的优化 呈现了现有的这一款 这个折叠箱 我们的 这师傅的创意 像我们的直卖荷叶 如果汉的外面就突出 直卖进去 这样的话起到了 然后 哎 这荷叶的作用 缝隙也小了 我们里头都加了那 三元一顶的胶条 然后就是那个汽车 用的专用胶条 密封问题不大 然后要批 以前有所提升 防水啊 细密度啊 水密度啊 都有提升 已经有那个 那个全部流程化了 所以我们的工价 从原先的一千五百块钱 然后现在已经降到四百块钱左右 然后一间房子降了一千多 这一千多实实在在的 然后就让给客户了 我是做建筑工具的 我采购他们这个折叠房 用的非常方便 再来一批 这个东西也可以反复利用 价格也很合理 国家提出这个绿色环保的这个 因为它是可移动式 我们以前呢都见的 都是在地上的 但这个呢是活动的 可以移动的 这是然后比较超前的一种仪式 它的商业一租代售的这个模式 特别是那个最后 对这个用户是比较实用的 主要的应用的农家旅游啊 还有国外的一些人的居住上 我就采购了两件 感觉用着挺方便 没有漏雨这种情况 这个品量还是太过于单一 考虑然后我们的产品的叠代跟创新 所以我们都开发了然后这款双翼 国内的42屏 然后国外的36屏左右 运输安装储存 都是非常实用方便的 我是做这个建筑的 买这个房子用的是做这个房屋室 然后这个比混金土建筑的 要快捷一点 而且它的经济成本会低一些 我们现的房仓政府是没钱的 然后先建 还不知啥时候给钱的 有些个部门的隔离点 然后那个做支班室 然后我们都捐赠的 并不是收费的 将来之后的我们的想法 然后就是在工厂里预支 所以我是比较看好车间里生产的楼房 然后一个个的 然后做成标准的标准点 然后拉出去到现场组装 然后24小时或48小时 一栋七层的楼就起来 未来的华营 然后我的梦想也是 然后有一天华营 然后在车间里 然后为世界各地 造各种各样的房子